古寺佛堂 就是爺爺显化 就是两个礼拜就完成寺佛堂 就是他买房子 要按公骂 按寺他的祖先的牌位 那个地理师就是安好了 他的爺爺就坐在那边 不走 他说你要做什么啊 你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显灵呢 他说你像我孙子讲 要叫他设佛堂 倒太好了 没有设佛堂 太可惜了 我们祖先都要沾光 这个傅先生 傅清勇 就像我们的廖胎生 他的饮保师 就讲 赶快我要设佛堂 他说你以前都没有说设佛堂 为什么现在想要设佛堂 爷爷在催了 我没有设佛堂 不可以 结果两个礼拜 赶快买猴灯 请佛 拜电 准备准备 就开设佛堂 很快 这间回头是最快的 两个礼拜就设好了 所以他们呼吸在道场也非常付出 这是我们的标杆模范 这是他爷爷他托梦的 我们先写一下 我可以设佛堂 再给我设佛堂 我可以设佛堂